你好 歡迎來到兒主的廚房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咖喱牛舌 我比較喜歡這款咖喱罐頭 很簡單 整罐開了之後 用來煮咖喱再加椰奶 已經很好吃 不需要調味 會有三種顏色 紅色 黃色和綠色 有青咖喱 黃咖喱和紅咖喱 我覺得這次煮牛舌用黃咖喱最適合 這次做的牛舌咖喱 因為牛舌要用很多時間去煮軟 現在先處理牛舌 現在先和牛舌出水 歡迎大家去我以前的影片 就是《牛舌清洗方法》的影片 參考如何處理牛舌 去皮和炆熟 牛舌出水後 我現在會用水喉水清洗一會兒 然後就會炆熟它 今次因為我煮的是咖喱的牛舌 咖喱已經很濃味 所以我只用了薑、黑椒和酒 來炆這個牛舌 如果大家覺得牛舌很酥 其實可以用上次《牛舌清洗方法》的影片介紹 就是加入洋蔥、西芹、蔥 來披走酥味 水滾之後 現在轉小火煮30分鐘 關火焗30分鐘 然後再開火煮15分鐘 然後蓋開蓋內 炆熟火焗15分鐘 紅蘿蔔和馬鈴薯 現在我會去皮 切開通過是應該是一個 cracked & 熟蘿 buzz 切打掉後 我通常都會放在焗爐烤 等表皮乾了 待會煮咖喱不會那麼容易爛 如果不做也可以 或者可以放在鍋裡煎一煎 待會煮咖喱不會紅蘿蔔和薯仔那麼容易爛 如果沒時間的話就這樣備用也可以 我放在焗爐烤烤到表皮乾了就可以了 烤到現在這樣乾身就可以了 今次我會用兩罐咖喱罐頭和椰汁 因為牛舌比較大條 如果用雞肉或豬肉 用大約半克或少過500克的話 其實用一罐椰汁加一罐咖喱罐頭也可以 牛舌煮好了 現在我會拿出來 然後我會用水喉水去清洗它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牛舌中間部分割一刀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皮了 現在就可以撕走皮了 牛舌去皮之後 現在我會切一塊塊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煮咖喱了 我已經開了兩罐咖喱罐頭 我現在就是會倒進鍋裡煮它 連同一罐的椰汁 我們下去爆它的時候 就可以加上那罐的椰汁 一起大約煮它5分鐘左右 我們放進去之後 我會這樣煮它大約煮它5分鐘左右 煮到稠稠的時候 我會轉小火 再煮它一會兒 好像現在這樣 我會把薯仔、紅蘿蔔和牛舌下去 倒進去之後 我現在會加上那罐椰汁 然後我會再加一碗水 然後再轉大火煮滾 現在它大火煮 Cir彌 我會轉中小火 然後煮它15分鐘 然後我會關火蓋蓋 如果想它的咖喱比較入味 現在咖喀已經焗了 就是1-2小時 我现在会煮滚,就可以吃了 而且会特别入味 咖喱牛腻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Delicious! 好味! 如果你喜欢, 给个赞我 和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 Thank you!